欢迎收看111年6月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今年台湾许多农作物都欠收 新冠疫情又不断的肆虐蔓延 因此红毛港城隍庙举办的祈福活动 将各地的农产品拼成台湾地图的形状 要用信仰的力量带给台湾人民信心 同时前进区七贤国中旧址地上建筑物拆除作业 在今年的三月动工 提前在五月中就完成全部的拆除作业 未来将新建七贤安居社宅 让高雄的居住正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为了推广媒体试读 中加宽平港都气联前往前镇区的真阳社区 教导长辈们和社区志工分辨假讯息 与影片制作的能力 虽然参与的全员有不少都是70多岁的高龄长辈 不过学习的过程都相当认真 高雄市六月八号的本土确诊个案 仍然超过一万例 市长陈其迈表示 目前高雄市采取的防疫措施 是缓上缓下 以时间争取空间 虽然疫情高原期会拉长疫情传染的时间 不过可以保持安全的医疗量能 至于家长关心的高中以下学校 下周是否继续停课 将在六月九号宣布 高雄市六月八号确诊数仍维持高峰 一共一万一千零二十六例本土个案 市长陈其迈也在防疫记者会中表示 高雄市的防疫措施就是利用大量的筛检 把高风险族群提前找出来 也因此快塞试剂总共发放了一共两百八十六万只 我们这些发放快塞试剂 就是希望说在社会比较有活动力的这群人 能够筛检 那这些人因为比较早发现 就比较早隔离或比较早治疗 那他康复以后 他就不会穿那个家中的长辈 所以要把这些高风险的活动力比较强的这群人 我们赶快筛检 尽管高雄市的疫情看似一直在攀升 但是医院的空床数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一直维持在五十%左右 也正如目前高雄市的防疫曲线 虽然在高元期而且时间拖得比较长 不过缓上缓下能够稳定医疗量能 昨天我们的病房数是五十点一 那今天我们增加到五十一点七 那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人出院有人住院 那出院的比住院多 所以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病房的这个控制上 因为我们慢慢上来慢慢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病房有一些已经出院 那后续还有人进来 那出院的比入院的多 代表我们的医疗的量能就能够确保 市场执经办也再次说明高雄快筛发放的新措施 确诊者现在也能够领到一级快筛 可以等到居隔七天起满后筛减让自己安心 至于下周到底要不要复课 市府也表示稍晚将会召开专家会议 会在六月九号的防疫记者会上宣布下周是否学生需要到校上课 记者中央配高雄报导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近年台湾许多农作物都欠收 对农民来说是难过的一年 而新冠疫情又不断的肆虐蔓延 因此红毛港城黄庙筹办祈福活动 用各地的农产品拼成台湾地图的形状 不仅借机行销 也用信仰的力量带给台湾人民信心 文宣大人王崇利与红毛港城黄庙的委员 收拾清香以及祝导文 带领众人进行祈福仪式 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农产欠收 再加上疫情肆虐 这场典礼大家用虔诚的心 双手和时为台湾祈福 大臣王也说他本身就掌管全国的水旱灾 瘟疫这一些 加上今年农产品欠收 所以用台湾的农产品排台湾地图 为台湾祈福 一般为农业祈福 二般为疫情祈福 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入事 所以每支产品的来源 哪个农会哪个单位我们都有列出来 也在宣导我们农委会 在推广地产地下有一个观念 各种台湾的农产品摆在桌上 换个角度一看 用15种农产品排成的台湾图 每个县市都用不同的物产代表 足可以看出台湾物产风饶 立法委员许志杰也特地到场 透过信仰的力量 共同为台湾加油 希望说能够今天有这个祈福的活动 而且透过这个台湾的模型 台湾处处都有水果 台湾是水果之果 所以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活动祈福 来注销农产品 台湾的果农在今年特别辛苦 因此高雄在地的民意代表 也呼吁国人多多支持本地的农产品 实际的帮助农民 希望台湾的气候 不要再受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让我们作为水果之国的这个宝地 可以让农民也可以安居乐业 然后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希望透过这一个祈福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未来的这个气候 能够更稳定 能够更适合我们农民跟种 也希望透过这个祈福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 种出更好的这个农产品 然后销售到全世界 火龙果 香蕉 凤梨 芒果 有水果 王国之称的台湾 也用农作物制作了各种加工食品 而这场祈福仪式结束之后 这些农产品也将捐赠给 弱势团体以及邻近的小学 让大家都有口福 可以享用到台湾的油脂农产 记者邱建勋临驾一高雄报道 在端午年假过后 高雄疫情迎来了高原期 实际来到车来速筛检站 从排队的车潮可以看出明显变多了 一个个拿着检体来看诊取药 前证区政心理理长也表示 里内确诊的个案增加 希望市府替无法领药的个案想想办法 你要把他带来 要不然就开车在他走隔壁窗口 本人要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 记者汽车各排一排 手上拿着快筛阳性的检体 本人必须亲自到场 才能判定快筛阳性是确诊 在端午廉价过后 高雄确诊个案直线上升 市长陈其迈也在防疫记者会中说明了 目前疫情进入高原期 大约还会再持续一个礼拜 从社区筛检站的车潮可以看出 廉价反向的效应开始发酵 为了应应确诊数增加的速度 大同医院在高展馆旁边的清光停车场 开设了大型的车来速筛检站 方便民众骑车开车来看诊取药 廉价过后的确诊者变多 里长也甚至有感 只能提醒里民朋友减少接触 戴好口罩 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现在市政府政策就是把里长撇除在外 所以确诊的数量或什么 我们不知道里长不知道 但是从里民的回报我们就很清楚 包括我们扫公园的也确诊 我们的那个关外据点的志工也确诊 所以我们也停课了 所以说我们要很注重自己的安全 因为作造都确诊 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 我们就当作 你都会遇到确诊者 所以减少外出然后增加防疫 疫情延峻快晒试剂用量凶 里长也相当感谢高雄市里长林仪会出手相助 让第一线在里内服务的志工 可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 知道目前快晒试剂很缺 所以黄岳峰他有总干事就是通知里长 你如果需要快晒试剂的他们愿意提供100剂的快晒试剂给里长 那我已经到货了大概一个礼拜多了 蛮好用的就送给我们的比较有在第一线的一些志工来使用 不过快晒痒的民众增加里长的困扰也增加了 却诊者无法领药 药局也表示没办法送药到底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可以帮忙拿钥匙再好困扰 帮忙送药的钥匙也忙翻天 只能请家人跨县市回来带领 解决燃眉之急了 记者邱建讯林嘉义高雄报道 高雄市七贤国中旧址地上建筑物拆除作业 在今年三月动工 原先预计今年六月中完工 但提前在五月中就完成全部的拆除作业 未来将新县七贤安居设宅 让高雄的居住正义得到进一步落实 大楼外墙被浓烟熏黑 去年十月高雄城中城社区活进引发全台关注 高市府从去年底开始 除针对城中城社区办理拆除作业 也同步在城中城接阔 与七贤国中旧址东策办理工艺性跨区区段 征收方案 目前城中城大楼所在接阔正新建公园 七贤国中旧址也已在今年五月中拆除完毕 将作为七贤安居设宅基地及一家地 后续将由住宅中心新建总户数高达600户的复合型设宅 七贤安居设宅内预计将规划1500平德社服设施 其中包含日照中心及拖映中心等 以及1000平的清创空间 提供在地青年与企业创业办公使用 我跟市长很坚持的就是有至少1000平的co-working space 就是说这里地方需要有年轻人可以创业的空间 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对面过去就是爱河 所以让人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 所以我就讲这是1000平 那1500平是什么 这个地方人民的意见是告诉我 他有一些年轻人也有一些小脱婴的需求 baby setting的需求 还有所谓的日照长照的据点等等 所以2500多瓶是不包含在600户的 七贤安居设宅的规划除了能加汇弱势族群外 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渴望替前津区带来清气象 就地的前津区 前津区算是一个以前非常繁荣的市中津区 但是它已经老化了 所以我想它还是需要重新再生 七贤安居设宅 在预计年底动工受疫情营造业缺工缺料等影响 预计至少得要三年后才能完工 届时城中城无房屋所有权的住户将可优先逐助 记者潘志光苏宇文高雄报道 高雄市议员陈美雅日前接获民众陈勤 表示自家的小朋友请往儿童美术馆沙坑里玩耍 小小的嫩肉去成了小黑纹的大餐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对公园的环境 以及蚊虫滋生的问题注意改善 高雄市议员陈美雅日前在脸书po文表示 监获民众陈勤 表示自家小朋友到儿媒馆沙坑玩耍 被小A文盯得满身包 甚至红肿难耐 其养无比 陈美雅指出 儿媒馆市亲子玩耍最佳去处 将要求相关单位迅速清销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最近美雅接获许多的高雄市民反应 带小朋友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呢 即使是钱已经喷了防蚊液了 还是会盯着满头包 那小朋友跟家长都是一样的情形 那最近呢 有很多的民众在担心说 小黑蚊啊 然后蚊虫滋生 所以美雅已经要求市政府 必须全面的去针对高雄市的公园 都去做消毒清洁 以及修剪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保障我们市民到公园去的时候的安全 另外贡荣市公园虽然广托市民喜欢 但是到了夜间 照明不足的情况 就可能隐藏危机 陈美雅同样接获民众陈勤 也要求市府单位在建设工农市公园时 要增加公园灯的数量及亮度 来保障亲子在使用上的安全 农石榴凹子底森林公园 那美雅有争取了一个特色 儿童的特色游戏场共农公园 那那个公园呢 因为晚上的时候 灯光比较昏暗 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 在晚上玩耍的时候的安全 我们也要求市政府必须立即去增加 农石榴凹子底森林公园特色游戏场周边的 它的照明设备 保障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安全 关于小黑纹肆虐杀坑区 而美管者表示 因为下雨关系导致小黑纹增生 加上美术馆范围属于自然生态环境 无法喷药 只能派员以高压水柱来清理 挂除小黑纹最常躲藏的地方 请民众体谅并建议可穿长袖衣裤来避免叮咬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爱河龙舟赛日前举办 其中一队竞赛队伍的鼓手 竟然是高雄市议员郑梦璐 他随着滑奖节奏奋力敲打大鼓 让眼尖的民众惊艳 在端午廉假时期 许多市民朋友前往爱河水域欣赏龙舟竞赛 而其中的竞赛队伍里 就有眼尖的民众发现 顺着节奏卖力敲打着大鼓的选手 竟然是高雄市议员郑梦璐 在这个体验上面其实是非常新颖 因为过去可能就是看比赛 不会真的实际下去的 去跟他们去参加这个龙舟竞赛 那其实龙舟赛是我们高雄的 就是过去的传统 那因为这次已经疫情的关系 两年都没有办了 那好不容易复办 其实这个龙舟的比赛 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啦 那也很高兴就是受到我们 健身工厂的邀请嘛 然后我可以担任就是他们的鼓手 郑梦璐表示 会参加这次的龙舟竞赛 一方面是朋友邀请 另一方面则是想要亲身体会 并且近距离接触爱河的美 也认为民众与相关单位 共同来维护爱河水域 发挥出爱河的最大清水效益 因为其实爱河它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今天如果大雨 就是大雨过后 会发现说我们水中的杂质好像特别多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节流站 那它可能遇到大雨的时候 会有一个机制就是可能会把那个闸门打开 然后就是为了导致说不要因为大雨 然后造成其他地区的那个淹水的状况嘛 所以会变成说有些东西就是污水啊 或雨水到这些东西就会就是排过来嘛 那其实像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直很加强 就是要求水利局跟那个我们的环保局 像我们的这些上面的清洁 河面清洁啊 我们应该要加强的去做这些人员的去巡视 尤其是大雨过后的话 我们就是尽量去维护说我们河川的赶紧 如同这梦露所提到的 漂服务会从上游漂流到下游 记者也发现清洁人员正忙着在列阳下进行捞取作业 而从捞取的东西来看 很多是民众随意丢弃不要的垃圾 为了爱合水域的永续环境 还是要请市民朋友多加发挥应有的功德心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为了推广媒体试图 中佳宽平港都清联来到前镇区的镇阳社区 教导长辈和社区志工 分辨假讯息与影片的制作能力 虽然参与的学员不少都是七十几岁的高龄志工 不过对于自己能够接触到感兴趣的课程内容 都学得相当认真 正阳社区的长辈们 距今会成的听者台上讲师 说明有关媒体试读与影片制作的课程 虽然不少的学员都已经高龄七十多岁 手机也不太会使用 不过能够有机会学习到现在的趋势 大家还是相当认真而且兴奋 停看听然后再听一下 有没有专家学者对这一个事件 有没有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你就先把这个月的停看听 见标记的转发 才不会说你当着一个假讯息的一个散播者 假讯息的传播与散播 是令长辈们最困扰的一件事 因为迈入了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天赖群组里几百条资讯 如何分辨数真数假 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这个假新闻假的信息 在这个网络上头太紊乱了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用手机 看手机的人也会受害 很多假讯息 长辈有时候分不清楚 会传到群组上面去 那群组上面会变成一传十十传百 会以耳造耳 以耳传耳会造成很多的误会 然后大家会以为说 这是社区传出来的讯息 对我们会很困难 毕竟有着切身之痛 学起来当然更加起劲 同时为了让长辈们 也能够熟悉影片的制作 现场更教导简易的制作课程 手机不太会用 没关系 讲师和小老师亲自示范下场指导 家中宝贝们的合照 瞬间成了感人的影片 你安装 现在在走 那你要像一般年轻人的课程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 那老师很有耐心 然后到这边来教我们 慢慢的教慢慢的 教一步一步的慢慢教我们 然后就学会了 学会了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今天的课程就是 教这些老人 有够好的老人 本来都不可以学校对不对 都可以听 可以教这样而已 让你们来 给我们教一个 都聚起来 都少年人 中教宽评港独青年为了推广媒体试读 特别深入各个区里 让平时不太有机会跟年轻朋友 一起上食物课程的长辈们 也能够轻松地学到相关的知识 同时对于社区的经营 也有不少的加分效果 我生活很多 因为我本身就是粉丝业 社区粉丝业的小编 所以这边照片影片 我都会把它剪辑 虽然不是很好 就剪辑给长辈看 因为照片他们看不出来 就是什么节日 什么活动 那影片的话就看得出来 课程深入浅出 再透过讲师耐心的教学 要让生活在手机和资讯 片部时代的长辈们 也能够和大家同步 了解讯息的真假辨别方式 与陪体的运用 记者潘志光 陈光佩 高雄报道 滑步车是目前最夯的幼儿运动 但有不少家长反应 高雄缺少适当的场地 高雄市运发局表示 在中正极限运动场 就有设置滑步车场地 另外也计划在小港运动中心附近 设置滑步车场 未来将朝向运动中心周边的场地 设置为目标 比赛开始 小小孩滑动有力的伤腿 坐着滑步车快速向前冲 这种滑步车是目前最夯的幼儿运动 在不少平坦的场地上 都会看到家长带着小朋友 参加相关的训练课程 滑步车它可以促进 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平衡 那还有他们的反应 那所以现在有许多的家长呢 也都很鼓励小朋友来这个 用这个滑步车来训练他们的体能 不过有些场地属于开放的公共场地 教练开班授课常常被人投诉驱赶 有议员就建议在小港运动中心周边空地 增设滑步车 直排轮等场地 市府运发局前往会刊之后 也已经着手评估相关的空间和费用 那我们在这个小港运动中心的旁侧呢 我们会增置这个滑步车道以及直排轮 那我们主要是会针对这个地平 就是来做混泥土地平的整个整件 而目前高雄市的滑步车场地 较正规的只有中正极限运动中心 在国体场后方也有优质的赛道 可以供儿童使用 市府运发局也曾经举办 幼儿滑步车比赛加以推广 因此未来将朝向运动中心 周边场地设置为目标 在假日的时候呢 他们会利用男子运动员区的那个空地 那广场空地 还有我们这边国体场 就是篮球场的这个空地 那许多的家长也会在假日的时候 带小朋友来这边 做这个滑步车的一个休憩运动 那比较正规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极限运动场 那那个是可以一个可以供比赛的一个场地 高雄市有许多特色公园增加小朋友的活动场域 但学龄前儿童的运动空间稍嫌不足 因此利用室友空地广设滑步车场地 让小小孩也有更多安全活动的场域 为了增加高雄市公共停车阁的供给量 市府交通局除了自行开闭停车场 并且辅导民间业者 利用民间的土地深设停车场之外 近年来更辅导学校释出停车空间 或者和学校配合新建地下或立体停车场 借此缓解学校周边社区停车的问题 市区交通繁忙 民众想找停车位往往得花上一段时间 高雄市交通局为输解民众停车需求 辅导学校释出校内停车空间 期望改善周边停车供给问题 这样政策其实我们94年就开始推行了 那它主要是在一些比较多需要停车的一些地点 那希望校园释出它的停车空间 来让周边的民众来做一个停放 上下班时间车多 尤其是学校周边 更是常被接送小孩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市区停车位以为难求 湛明区 古山区 然后星星等等这些区域 比较市中心的区域是比较有需求的 辅导学校释出空间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加上当前高雄疫情严峻 部分学校停车场暂停开放使用 更增加了辅导难度 学校的部分它大概还需要考量到 学校空间整体的规划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空间可以做释出 那当然还是会遇到一些像疫情或者是家长会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持续在做 在跟学校做一些沟通跟了解 截至目前共有20所学校愿意释出停车空间 提供约1400格小型车位及200格机车停车位 另外交通局与光武国小配合兴建的停车场也将在今年9月完工 届时渴望家会更多载地民众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高雄报道 不畏疫情仍有大型的商场等着开幕 坐落在高雄岗山的大型商场 5月底开始试营运 一到假日人潮涌现 足以看出北高雄消费人口的实力 再加上影城推波助来 又临近捷运站点 正式开幕预期将会吸引大批的人潮来一探究竟 还没到一夜时间 即便是平日 门口仍然有许多民众在等候 11点一到大门敞开 民众于贯而入 为在南钢山捷运站一号出口的百货商城 在疫情严峻居使勇敢式营运 而这也是北高雄第一家大型的商场 象征着高雄捷运南钢山站商圈逐渐成型 因为刚刚好有假期 所以就趁着假期出来走一走 看起来这边这边环境配套还不错 就捷运一出来就有 所以你不用再去有接驳的问题 那看起来未来如果钢山医院再开幕的话 这边人潮应该会很多 商场对面的高一钢山医院 还在如火如荼的动工当中 预计在明年将要开幕 而这几栋大型的建筑都围绕着捷运站 也代表着交通便利的重要性 来逛街的民众表示 钢山终于有可以逛街玩乐的地方了 就刚好有那个就是 对 然后因为刚好无聊 然后就跑过来这里玩 对啊 因为觉得说好像有东西可以逛 不然平常都没有地方可以逛 只能到市区 比较年轻化了 比较不会阿松了 翻转大家对钢山的印象 除了羊肉和阿公店水库之外 新的商场占地1.25万平 结合了影城 也进驻了年轻化的品牌 附近更是有许多街边店 有了这台智慧机器人的带路 也是这个新商场的亮点之一 不管要到哪个柜位都不怕迷路 更是与小朋友互动的大型玩具 商场在23日将要正式开幕营运 相信将会吸进不少人潮及前潮 记者萧宜轩林嘉义高雄报道 沿城区的巷弄里有一间神秘的甜点店 卖的是独特的港式食堂水 加入了多种食材熬煮 一口喝下去有多层次的口感 加上常餐厅的风格环境 让人仿佛一秒来到香港酒笼 黑色的芝麻糊与白色的杏仁糊 店长一手拿着一个在专注的表情下 以温柔的手法放缓注入碗里 形成一个黑白的太极图 象征着两种口感与香味的完美交汇 这是这间港式食堂水最热门的招牌甜品 芝麻跟杏仁都是会跟等比例的糯米去半火熬煮 糯米的香气它会带出芝麻香跟杏仁香 那杏仁的部分会去强调 它跟台湾的杏仁茶有别于台湾杏仁茶 因为它是浓稠的 那喝起来也不会 吃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就是逆口 但是它的香气也不会有像台湾的那么的刺鼻 就是这样子 而随着季节转换 他们也推出最适合夏天的经典甜品 养殖甘露 名字由来是观世音菩萨手中解救旱灾的甘露品 使用当季的水果结合洗米露 爽口又清凉 真的能在炎炎夏日救苦救难 用的就是金黄 台湾的金黄跟艾文芒果 那艾文它的果肉比较软 它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打成泥 那金黄是切成块 然后会再加入我们的西米露 跟最后点缀的葡萄柚 那你会吃到两种芒果的香气跟酸甜味 然后西米露的嚼劲 还有那个葡萄柚它本身的酸甜 浓郁丝滑的港式食堂水由来自九龙的香港人所开 这间盐城分店则是由它的地址之一负责 两人因为学习永春泉而结缘 投降热爱香港文化 店长也仔细地向我们介绍食堂水的由来 它起源于就是在岭南地区 然后就是它活络在广东广西一带 然后甚至到香港澳门 那它会在里面加着不同的食材一起去做熬煮 然后慢火煮至浓稠 那因为会有加食材在里面 所以你会吃得到那些料 所以我们都会说是食堂水 是吃而不是用喝 墙上挂着白底红制的菜单 脚下则是踩着原汁原味的茶餐厅地砖 加上各种摆饰与海报 整个环境让人仿佛走进香港的巷弄里 吃下一口异国的风味 记者邱玉婷 陈伯宏 高雄采访报导 中家宽平港都庆联与大专院校合作 让学生也能够参与新闻的直播 接下来带您来看一手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学生的作品 一手大学教授文武南 多年来投入教育部数位学办计划 招募具有爱心的学生 透过网络以用心爱心难心三心 投入偏乡的教育 担任偏乡学童的家教成果丰硕 以生命陪伴生命 生活教导生活 高雄一手大学有一群数位学办 利用他们的课议时间 制作教材 教导偏乡孩童 在教育部的众多计划当中 数位学办计划 他召集各大学有热忱的大学生 在小朋友放学之后到他们中小学的电脑教室 由学校老师集中给予协助辅导 大学生就在特定时间到电脑教室跟他们在网路上相遇 做他们的网路家教 那这就是数位学办 学办透过线上学习平台 在网路发达的年代 善用资讯工具与资源导入教学 让偏乡学生 能够在课后拥有更多的学习管道 主要是因为小学办年纪还比较小 所以上课时候常常会回习 不过就是只要叫他 cue上他就会回来 然后也很幸运遇到一个很乖的小学办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担任是位学办的大学生 虽然需要牺牲课后的时间 但他们依旧乐在其中 从备课的过程中 也让他们培养更多的能力 因为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所以一搜寻关键字 就会跳出很多的资料 但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正确的 然后也不一定是符合 那个小孩要学习的内容 但我会先去找相关的资料 再去核对可能像他们课本 或者是一些教育网站 有符合相关的东西 再去做在教材里面 近年来网路发达 相信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 都会利用网路取得资讯 配合108课纲的素养导向 老师及学生在本计划中 也能学习辨别网路资讯的真假 培养媒体试图的能力 记者 柯秀军 陈宇军 古世伟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想知道高雄最在地最及时的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关注YouTube高雄都会台 港都清联频道 或是高雄都会台FB粉丝团 都可以随时随地 一手掌握高雄所有大小事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 应震雨或雷雨 724度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因十多云短暂雷震雨 724度到31度 台北金龙桃竹苗地区 因震雨或雷雨 722度到27度 宜兰花莲台东彭湖金门马祖地区 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720度到29度 新闻最后还要告诉您 中佳宽评港都清联小小主播夏令营招生了 今日起官网开放线上报名 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详情请至中佳宽评港都清联官网查询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收看节目时 如出现画面马赛克或断断续续停格现象时 可依下列步骤确认 检查数位机上和后端 有线电视讯号线是否有接妥 并依顺时针方向转紧 如果仍然异常 请先将数位机上和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在街上 从开机期间 无需使用遥控器切换 数位机上和重新开机 等待1到2分钟后 灯号会由红灯转换为绿灯或蓝灯 开机完成后请确认节目播放是否已正常 若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 加个好友吗 加个好友吧 美专一晚间9点 敬请锁定高雄都会台 加个好友吧 叮咚 蜕变的城市 背后有一群